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是《打破僵局》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有15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左右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陷入沟通僵局的时候,如何打破思维上的局限,化解冲突 社会是由千千万万个个体组成的 当一个人走进社会,也就意味着他要与社会里面各种不同性格,不同观念的人打交道 早在宋朝的时候,就由欧阳修写下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的诗句》 意思是说,喝酒的时候遇上彼此心意相合的人 即使是喝上一千杯都嫌少 而遇到性格不合的人和对方坐在一起,说上半句话都会嫌多 从这句诗中,我们可以看得出 欧阳修在人际交往上有着一种非常随性的心态 当然了,其实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像欧阳修一样 可以那样随性的去进行社交活动 因为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在遇到和自己志趣相投的人的时候 会好像和对方聊上几天几夜都没问题 而遇到彼此性格观念不合的人,我们往往就会选择和对方保持距离 甚至有些人就会直接把对方拉入自己的黑名单 但是啊,工作和生活并不是时刻都允许我们可以这样随心所欲的 有时候您可能会和观念不同的同事陷入一场僵持之中 但是您的工作不允许您把对方拉入黑名单 有的时候呢,令您陷入困扰之中的对方 也可能正是和您交情深厚的朋友 这种情况呢,就更加让人进退两难了 那么,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我们改善这种困境呢? 《打破僵局》这本书指出啊 当您陷入一场沟通困境的时候 只要您主动而且理性的去尝试 就能为事态的发展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 哪怕只有一个人做出改变 也有可能达到改善困境的效果 《打破僵局》呢,是一本能够帮助我们改善人际关系 解决人际纠纷的好书 作者唐尼·艾本斯坦指出 陷入冲突的时候 我们往往会为了维护自我形象 而陷入思维上的局限 这些局限呢,让我们无法客观地判断自己 也无法了解对方的思路 如果我们想要改善困境 就要变通自己的思维 转换自己的视角 看看我们可以怎样做出怎样的改变 您可能会问了 这些方法真的有用吗? 答案呢,当然是肯定的 《打破僵局》的作者唐尼·艾本斯坦 正是一位擅长处理沟通问题的调听专家 唐尼·艾本斯坦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 他在多个国家开设研讨班和调听课程 专门教人如何有效合作 如何解决纠纷 为了帮助更多的人友好的解决纠纷呢 唐尼·艾本斯坦把他解决冲突的技巧啊 写成了一本书 这本书呢,就是本期音频 我们和大家分享的《打破僵局》 好了,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之后呢 那么下面呢,我就为您来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书中的内容呢,可以分为三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为什么变通思维能改善僵局 第二个重点是,实现换位思考的方法有哪些 第三个重点是,解决冲突的三种可能性是什么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为什么变通思维能改善僵局 在很多人看来,沟通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因为每个人都有一张嘴 如果想要表达自己的什么想法和态度 无非就是动动嘴皮子的事情罢了嘛 可是一旦谈话陷入了沟通的僵局之中 还真的有很多人就不知道说什么,做什么 才能改善困境 大多数情况下,很多人会选择向亲友 倾诉自己遇到的困境 希望能够借此改善困境 可是作者说呀,这样的做法 在很多时候对困境的改善其实是没有帮助的 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 因为亲友自然会站在您这边去考虑问题 他们还会同情您的感受 这样一来呢,您就很容易会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于是您会认为错都在对方 自己做什么都是没用的 往往亲友呢,也会支持您的想法 结果您呢,就会更加认为事情是不可能解决的了 作者说,其实您是有能力改变所困扰您的境遇的 而且只要您单方面做出改变 就有可能改善困境 单方面做出改变是指我们需要承担起所有的责任吗 难道对方就没有错了吗 当然不是了 作者并不是说对方不用负任何责任 也并不是说对方就一点都没有错 作者的意思是说啊 面对僵局的时候 一个积极乐观的心态呢 可以给您带来改变现状的力量 而不至于让您觉得事情是绝望的 因此啊,它能帮您找到解决冲突的一个切入点 诶,这是什么意思呢 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是给汤不给勺子的心灵鸡汤呢 其实啊,这不是什么劝人向善的心灵鸡汤 它可是一个能够实实在在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那么为什么这个方法可以行得通呢 在现实当中呢 真正愚蠢或者邪恶的人并不多 但是当我们和对方发生冲突之后啊 我们会很容易的把对方看作是一个实恶不赦的人 我们和对方说话的言辞和口气 往往就不会那么友善了 而您怎样对待对方 对方呢,往往也会反过来这样对待您 所以啊,作者提醒我们 如果是您改变了自己和对方的交流方式 掌控好说话的分寸 那么对方对您做出的反应也会不同 这样一来啊,冲突就有了改善的可能 比如说,当您和同事因为发错了一封邮件 而互相指责对方的时候 您可能会觉得您的同事不可理喻 咄咄逼人 但是如果您跟对方说 也许我有检查一下邮件的内容 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了 对方可能会停止对您的指责 说其实这份邮件本来就应该是由他负责发出的 他也有责任 这是为什么呢 作者说啊,无论一个人的个性是怎样的 他所受到的不同对待会激发出他对事情的不同反应 比如说啊,公司来了两个新员工 其中一个说话不礼貌的新员工去向老员工请教问题 老员工呢,会只是简单的敷衍他 而另一个态度谦虚的新员工去向老员工请教 老员工呢,会手把手的教他又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具体应该做出怎样的改变才能改善困境呢 首先呢,您要改变谈话的内容 比如说,您可以向对方表示您理解体谅对方的处境和感受 当对方感到了自己心里的想法得到了倾听 就可能会更愿意听您说些什么 又比如,您也可以向对方坦诚的说出自己的感受 适当的示弱其实啊,并不丢人 有时候示弱还可以激发起对方的同理心 再比如说,您可以向对方解释你们遇到的问题的关键所在 举个例子啊,您和上司争论周末不应该多加班 就不如和上司讨论周末可不可以把加班的时间控制在四个小时之内 把对抽象概念的争论转到探讨具体的问题 能让你们把谈话的焦点放在解决方案上 其次,您要改变谈话的方式 比如,如果您平时说话的音量比较大 您可以试着把说话的音量放轻一点 如果您说话的语速比较快呢 您可以试着说慢一些 如果您说话老是打断对方 您可以试着让对方说完再发表意见 如果您太过沉默 您可以试着多和对方说说自己的想法 我们可以发现作者提这个建议的目的呢 是让您去寻找一些方法 更好地表达自己想说的内容 或者更好地倾听对方想说些什么 最后呢,您要改变行动的方针 在困境之中,您要意识到自己并不是什么都不能做的 相反的,如果您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面对困境 您会发现自己其实是拥有很多的选择去处理冲突的 比如说您可以选择改变自己的行为来影响对方 又比如说您可以选择接受现状或者抽身离开 当然,如果您真的想要改善僵局 就要主动去尝试不同的方法 好了,上面为您讲述的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变通思维能让我们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自居 而是以积极主动的心态去改善困境 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问题 实现换位思考的方法有哪些 我们都知道在沟通中做到换位思考 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对方 更加客观地看待问题 但是我们怎样才能做到换位思考呢 作者指出了实现换位思考的三个方法 他们分别是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 从局外者的视角审视自己 了解体制对困境产生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 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 在很多时候,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观点是不一样的 作者说,造成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的因素通常有两个 一个是文化差异 比如说中国人说话含蓄 而美国人说话就比较直白 另一个是非文化差异 指的是人的性格、经历、训练和教育 比如自我要求不高的学生会认为考试成绩及格就可以了 而自我要求高的学生会认为考进班级前十名 才算达到了自己的要求 这些差异并不代表谁对谁错 它们只能代表您和对方是不同类型的人 但是作者说 仅仅意识到对方的观点和自己不同还是不够的 您还要认同对方的观点 才有可能改变困境 因为如果您认为对方的观点不具有合理性 那您就会认为问题都出现在对方身上 这样您就没有动力去为改变困境做任何努力了 承认对方观点的合理性 能让您以更加开明的心态 去帮助您理解对方的观念 作者说 我们可以用练习讲述对方故事的方法 来了解对方的思路 具体的做法是要把对方设置成故事中的主角 而且是正派人物 把您自己设置成反派人物 第二个方法是 从局外者的视角审视自己 想要客观的看待自己 其实并不容易 尤其是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 我们眼中的自己和别人眼中的自己 往往存在着巨大的反差 比如说一个主管认为自己是个出色的领导 但是他的下属认为 他是个严厉的魔鬼 发现这种反差 往往会让人感到不安 因为它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于是很多人会为自己去找各种借口 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 而不是去理解困境 除此之外 我们自身的偏好也会限制我们的理解困境 比如有的主管不喜欢表扬下属 但是通常情况下 大部分的人都会渴望出色的表现 能够得到肯定 那么怎么做才能更加客观的做出判断 更加清晰的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呢 作者说首先要养成在困境中 先自我反省的习惯 这样能够避免我们总是想着 对方做错了什么的自然反应 然后您要留意所遇到的困境 都有哪些相似性 或者观察自己在哪些情境中 容易出现过激的反应 最后您还可以尝试求助某个您信任的人 我们常常会说当局者迷 旁观者轻 让旁观者告诉您错在哪里 也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第三个方法是了解体制 对困境产生的影响 有时候把我们卷进冲突之中的 不是我们自己的特殊偏好 而是体制以及我们在体制内的角色 作者把体制性冲突分为几种 第一种是互相竞争的激励机制 为了刺激员工更加努力的工作 很多机制常常故意设置这种机制 让员工们去互相竞争 在组织内所扮演不同角色的员工 彼此容易发生利益冲突 第二种是等级制度 在很多的机构中 更有经验和肩负着更重要责任的人 会比其他人拥有更大的权力 这种权力上的不平衡 其实会影响员工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第三种是超级英雄机构 指的是整个机构都围绕着 他这个人运作的机构 比如很多的个人工作室 就是围绕着工作室的拥有者 一个人运作的 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 等级制度的升级版 超级英雄们往往拥有过多的权力 更加没有人能够缓和 这种权力上的不平衡 或者提出不同的意见 那么我们如何识别意义冲突 是个人恩怨还是体制性冲突呢 作者说呢 您可以观察机构当中存在和您类似问题的其他人 想想这种冲突是不是有体制引起的 或者呢 您可以尽量把对方的行为和他所承担的角色联系起来 这样呢 您就不容易把事情理解成为是你们之间的个人恩怨 除此之外呢 对方的所作所为呀 也可能是受到了第三方施压的压力 把第三方考虑进来 能让您把体制性冲突看得更加清晰 识别体制性冲突有什么好处呢 作者说啊 如果您意识到对方不近人情的行为 不是来源于他的性格 而是来源于他在环境中所承担的角色 您就更有可能理解对方 当然 就算错不在对方 而是在对方所处的环境 那也不代表对方的行为就是好的行为 所以呢 您也并不是一定就要接受对方的所作所为 您还是可以表达您的情绪 比如生气或者是失望 好了 上面为您讲述的是第二个内容 从对方的视角看问题 从局外者的视角审视自己和了解体制对困境产生的影响 可以帮助我们实现换位思考 那么当我们做了换位思考之后 就一定可以摆脱具体的困境吗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一个重点 解决冲突的三种可能性分别是什么 其实换位思考的方法并不是一把万能钥匙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切的冲突 重点在于呢 当我们在冲突中做到了换位思考之后 便不会再以受害者的心态自居 我们会意识到面对困境自己其实拥有更多的力量 也能够为冲突的解决开拓出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在打破僵局中列举了解决冲突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 它们分别是缓和僵局并改善关系 接受现状 抽身离开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种可能性具体是怎样的 第一种可能性是缓和僵局并改善关系 前面我们说了 如果我们做到了变通思维 我们就会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交流方式 在很多情况下呀 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行为方式 对方呢 往往也会被我们影响去改变自己的行为方式 变通思维能让我们不再和对方僵持 而是尝试和对方进行更有建设性的沟通 为了更加顺利的沟通呢 我们就可能和对方探讨出更多的解决方案 结果啊 就是双方之间的僵局得到了缓解 并且彼此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 第二种可能性是接受现状 作者说 当我们改变了自己的思维方式之后呢 我们可能会改变自己 对对方的所作所为的想法和感觉 然后选择接受现状 我们在这里说的接受现状啊 并不是指您需要去当一个逆来顺受的牺牲品 它指的是您放弃了改变现状的想法 主动去接受目前的处境 比如说您的上司最近因为接到了一份新业务 而常常要求下属加班到凌晨 于是呢 您抱怨您的上司不体恤下属 但是当您想到新业务能加快推动公司的发展 您的薪水呢 也能得到大幅的提升 您可能啊 就会更加愿意配合上司的工作安排了 那么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应该选择接受现状呢 作者说啊 您可以试着分析一下 保持现状和改变现状的好处和坏处分别是什么 如果您觉得维持这段关系带来的好处 要大于放弃这段关系带来的坏处 那么就说明您可以接受现状 作者还说了 如果您在接受现状之后遇到挫折 要提醒自己 这是您主动做出的选择 这样啊 能帮助您用一种更加主动 更加积极的心态去面对问题 第三种可能性是抽身离开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会发现 单方面的改变自己 并不是每一次都能够达到改善困境的效果 比如说您已经做到了转变自己的思维 但是呢您和对方的沟通可能并没有往好的方向去发展 又比如说您转换视角之后 还是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能够做到接受现状 那怎么办呢 作者说呀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选择 那就是抽身离开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放弃改变选择抽身离开呢 首先呢 您可以想象自己抽身离开之后 可能出现的最糟糕的情况 如果您还是觉得离开更让您感到解脱 对未来呢 也更有信心 那么离开会是一个更好的选择 其次 如果困境真的令您非常苦恼 您还可以选择直接去和对方讨论彼此之间出现的问题 如果对方回答的措辞和态度让您大感失望 那么您就会想要选择离开 最后在一些极端情况下呀 您不需要努力去改变自己 去修复关系 也可以选择抽身离开 比如这个僵局为您带来了极大的风险 除此之外呢 如果困境中的问题是违背了您的核心价值观 您也可以选择抽身离开 比如当您的上司要求您泄露您上一家就职公司的商业秘密 而您认为这样做是不道德的 上面为您讲述的是第三个内容 我们在解决冲突的时候 可能会出现的三种结果 它们分别是缓和僵局并改善关系 接受现状 抽身离开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 今天为您分享的内容 首先我们讲到了变通思维 能让我们跳出受害者的角色 以一种更加积极 主动的心态 去面对冲突 我们可以通过改变说话的内容 说话的方式 以及行动的方针 去影响对方 从而呢 达到改善困境的效果 其次我们讲到了人与人之间拥有不同的观点 练习讲述对方的故事的方法呢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对方的观念 从局外者的角度 审视自己 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的做出判断 更加清晰的理解自己行为的动机 识别体制性的冲突 能让我们意识到 对方不尽人情的行为 是来源于他在环境中所承担的角色 从而更有可能理解对方 最后呢 我们讲到了变通思维之后 我们可能缓和了僵局 并且改善和对方的关系 我们呢 也可能会因为改变了对对方所作所为的想法 而选择了接受现状 如果双方的沟通并没有向好的方面发展 我们也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做到接受现状 我们还可以选择抽身离开 以上呢 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总结 恭喜您又听完了一本书